去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达到了1759辆,不到汽车保语量的6%,远低于国际成熟汽车市场的比例。 二手车跨区域现迁,商品属性不明确,经销业务受限多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二手车市场的发展。 为此,我们在系统梳理,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全面发展二手车流通的系列举措,希望彻底打通二手车流通的读点、难点。 一是全面取消了限迁政策,促进自由流通。 若干措施要求,各地区严格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也就是说从下个月,8月1号开始, 在全国范围取消对符合国务排放标准的小型非用型二手车的迁入限制。 促进二手车自由流通,便利企业跨区域经营,方便群众异地购买二手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韧国务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Phone 服us fabrikats